海贼王虽然是一部热血少年漫画 但漫画中其实还是会出现一些小孩子眼蒙滴 但大人们看到后去瞄懂的设定以及剧情 不而今天就来简单盘点一期 所以说海贼王中那些比较隐晦的设定和剧情都有哪些 一 罗宾的悲惨经历 帮帽海贼团的罗宾从八岁之时就被世界政府通缉 不而为了生存 罗宾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 为了能够寻求到可以生存的场所 又或是加入组织得到庇护 罗宾曾被某部知名组织承诺说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做 当时年少时期的我们并不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但是长大之后我们才发现这句话真的不能去深思 另外参考罗宾脸部红星不跳就控制住了弗兰奇的要害部位来看 他所经历的事情远比其他草帽团成员更为复杂 然而这一切都是罗宾为了生存下去迫于无奈的选择 因此他的悲惨经历是值得让人心疼且同情的 二 明哥和子罗兰的微妙关系 德雷斯罗萨平常中维奥雷特初次登场之时 明哥的小弟们都称呼他为大姐大 紧接着明哥和子罗兰对话的时候 两人对对方的称呼也是十分的暧昧 明哥会称呼子罗兰为维奥拉 而后子罗兰则像是明哥的亲人或是最高干部一样称呼他为多福 因此细心的观众都觉得这两人肯定有意团 最终伟田老师在SBS上也承认了这件事情 至于他俩究竟做过什么伟田老师是不好明说的 一切的一切都得靠各位成年读者自行去想象 毕竟德雷斯罗萨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国度 三 恶魔果实和霸戏的巧妙乐文 海贼王中普通人吃下恶魔果实后 他们全身所有的部位都会变得和恶魔果实一模一样 比如说路飞的小圈圈是橡胶做的 这群的小圈圈是岩浆做的 黄园的小圈圈能够发光 精致的小圈圈则像是冰位一样 另外武装色霸戏也是可以做到硬化身体的某些部位的 比如可以实现全身硬化的维尔哥 当时有观众曾经也询问过伟田老师这个问题 伟田老师很明确告诉这位观众说 小圈圈也是可以武装色硬化的 至于他们会不会在真正战斗的时候使用出这些能力 只能靠着连人读者们自行去想象了 毕竟设定什么的都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四 冒牌罗宾的黄瓜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藏茫海贼团两年后在湘坡地群岛聚集的时候 乔巴因为脸盲的关系将贾罗宾误认成为了真罗宾 当时贾罗宾的同伴们都劝说 他要难免话堂来哄骗乔巴 但贾罗宾却表示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之后他本人不知道从哪里忽然掏出来了一根黄瓜 至于贾罗宾为什么会随身携带着黄瓜 以及他手中的这根黄瓜究竟是从哪里掏出来的 相信这是只有老司机才能看懂的剧情 五 女帝汉库克的悲惨童年经历 女帝三姐妹曾经被天龙人抓住 并且还曾当过奴隶 而后天龙人对于奴隶也是百般迫害 没有一点同情 有时候他们会让好看的奴隶当自己的老婆 有的时候他们则会让奴隶给自己表演一些助兴的节目 因为老婆不表示说她女儿被天龙人抓走后 最终受尽折磨在三天之后就自杀了 而后海贼王中霸王色霸戏 是因为受死机后才会激发出来的 因此女帝的霸王色霸戏 也有可能是受死机才产生的 有人说当时的女帝长得并不漂亮 因此天龙人是不屑于去羞辱这样的女帝的 也有人说女帝懂得卖萌 也懂得如何装可怜迷惑男人 很有可能是她当时确实经历了什么 也有人说天龙人的高贵血统 是绝对不会和奴隶产生某些行为的 不然女帝现如今依旧是完毕之身 至于女帝汉库可究竟有没有被天龙人羞辱伪田 老师是不会明说的 一切的一切都得靠观众们自行去想象了 六 达斯奇的内衣究竟跑哪里去了 黄克哈萨的篇章中 斯莫格曾经和达斯奇互换过身体 七星的老司奇可能会发现在两人互换身体之前 达斯奇本人还是穿着内衣的 但是互换了身体后达斯奇的内衣却忽然消失了 因此很多观众都好奇达斯奇的内衣究竟跑哪里去了 最终伟田老师在SBS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那就是互换身体后斯莫格把里面的内衣给扯掉了 七 怪僧乌尔基的独特爱好 作为两年前两年后都表现十分亮眼的怪僧乌尔基 他本人还曾目睹了凯多老师从高空坠落的场景 当时大活并未从他身上感受到任何异样 但是对比一下漫画中的场面就一下子豁然开朗 漫画中怪僧乌尔基的身边基本上都是穿着暴露的尼姑 而后动画制作组则把这些尼姑全部都给和谐成为了男人 另外参考怪僧乌尔基的爱好来看 作为一名普渡众生的出家人 他帮助一些苦难女子排游姐那也算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八 卡利法究竟把钥匙藏在了哪里 自法导编堂中纳美将CP9成员卡利法打倒后 他把卡利法全身的衣服撕碎后最终找到了钥匙 有观众就询问韦田老师卡利法究竟把钥匙藏在了哪里 韦田老师直接回答说他不敢说出来 参考以往的回答中韦田老师对于胸部和内衣毫不避讳来看 他的这一句不敢说出来确实值得让人细细去品味 第二 白胡子的衰弱是否和护士有关 海贼王中强者们年老之后实力都会有所下降 但是下降最为明显的人当属白胡子 如果说巅峰时期的白胡子能发挥百分百力量的话 那么年老白胡子的表现则给人一种只发挥了百分之五十力量 但是其他强者们年老后并未像是白胡子这样 他部虽然年老了 但他最起码是可以发挥出全身时期百分之七八十的力量的 凯多老师虽然也老了 但总感觉老年后的他实力远超年轻时期 或许这一切都归功于凯多老师境遇的力量 28年前他的女儿大和出生并且处处做着反对他的事情之时 凯多老师并未再次娶其身子代替他女儿大和的位置 当黑色玛丽亚抱紧凯多老师企图诱惑他的时候 凯多老师却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然而白胡子就不一样了 他不仅在自己的船上安插了一大堆长向甜美的护士 还推移按照自己的爱好让这些护士全部都穿上了豹纹 小孩子可能不明白其中的奥秘 但对于大人来说 这些独自的爱好无疑都是击垮身体的元凶 是 黑探大蛇和光月日和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知果平常黑探大蛇潜藏在宝物店的时候 英雄好男儿光月日和的女儿光月日和忽然现身 之后黑探大蛇本人立马躺在了光月日和面前 至于两人具体发生了 神梦伟天老师忽然就愉悦而获了 紧接着等到漫画1041话 两人再次登场之时 光月日和忽然之间就躺在了地上 之后黑探大蛇就因为严实的不纳被压在了地上 这时候他发现自己身上忽然就冒出来了海楼石 而后光月日和也表示说海楼石确实是他安插进去 黑探大蛇和光月日和在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光月日和又为何会躺在地上 而后海楼石这样能力着一碰到就浑身发软的东西 他又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放在大蛇身上的 或许是伟天老师省略了这段剧情 也或许是伟天老师没有办法去描绘这段剧情 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得靠观众自行去想象了 好了本期的谱扯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